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 指针它的长运算就是自加自减或加减运算 然后一些取它的标签化处理 那么在指针中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进行所谓的乘出法 这个点跟普通变量不太一样 那么当然指针的未运算 因为指针本身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对于它的地质来说 一般就是一个值 不存在所谓的未运算 跟硬件打交道这样一些操作 所以说指针的未运算 这块也可以不考虑 那么指针中重点还是会放到什么 还有一个逻辑操作 就是它还有一个操作 是跟我们普通变量 几乎相同的叫逻辑操作值 那么这个逻辑操作值我们来看 什么叫逻辑 那么之前我们也说得过 比如我们说的大于小于 我们等不等于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什么 逻辑性的操作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不等于对不对 那这些包括我们什么 与那个取这个逻辑与和逻辑货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 对于指针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数的概念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比较一些什么大小 但这呢我们要提一下 指针来说大小的比较比较少见 几乎不会说哪个指针比哪个指针大 哪个指针比哪个指针小 没有这么说法啊 因为你要注意 我说硬的新P P1和硬的新P2 那么我们的写法一般有两种写法 第一个比如说P1大于P2 这算一种写法对不对 那新P1大于新P2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跟我们上面不一样啊 这个是不是指的是我们P1里面和P2里面 内容指的比较 这跟变量是一样的了 变量一样 而这个指的是指针 它们本身数值之间的比较类型 这个要注意 但这种在我们工程中的意义不大 就是你没有不可能 就地址这个东西啊 你说它大和小 你实际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太大概念 就是说我们在工程上或者实际开发中 你说一个地址比那个地址大 这有意义吗 好像意义不太大对不对 意义不太大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情况呢 其实只是想看一看这个地址等不等 比如等不等于一个特殊值 或者等不等于我们约定的这个地址 一般是这样 所以说呢指针的逻辑操作中呢 最常用的操作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这个等等或者是什么不等操作 而且这个等等和不等操作中呢 我们说主要涉及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跟什么 跟一个特殊值 特殊值进行比较 进行比较 这是一种 记住还是不是大小 说白就是什么 就是你等还是不等 等还是不等 当然这个特殊值我们先说一下 这特殊值就是全0 也就是0还是0 好那么什么意思啊 就说我的指针这个盒子里头存放的全是低电瓶 那么我拿你的这个值跟这个全是低电瓶的这个值比 你看看它到底是跟它相不相等 如果相等 那么这个0值啊 我们呢又把它可以称之为叫做什么 地址的无效值 或者说称之为叫什么 结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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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经常会这样写一负 比如说P是个指针 他说P等不等于0X0 有些时候会这样写 那如果P等于0X0 那么是不是就非常特殊了 那这个特殊代表什么 P还有没有有效的东西了 没了 没有有效的 也就是P干什么 很有可能处理完了 他没有有效的东西要处理了 要不然就是什么 确实也处理完了 也没有空间了 结束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一种写法 0X0 那比如说0X0是个数字 是个值 这怎么能不能比较呢 那就是我们说 因为0X0是个非常特殊的值 所以说编辑 我们往往情况 它都会帮我们 有些编辑很智能 就会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但平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什么 用一个红叫NUN 也就是说这个NUN 在我们的c元编辑中 已经帮我们做了一定的什么 一定的define 通过这个NUN 我们相当于告诉c元编辑 这个就是0 只是这个0 它可以是任一类型的 比如说硬材型的 恰恰型的都可以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组 第一组就是等号和不等 然后呢 那么第二种 就是等和不等之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第一个跟特殊指标 第二个 第二个 那么指针是不是可以任意比较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要说一样 指针 必须是什么 同类型的 比较 才有什么 意义 或者说 不是说意义的问题了 才什么呢 才能编译过去 才有意义 就说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 恰恰型 我定义了一个恰型 我又定义一个int型 那么这两个能比较不 记住 比较不了 它不仅仅是单独 直到大小的比较相不相等 或者是大于小于 它同时还要必须保证什么 同类型比较 所以逻辑操作中呢 我们当然用的最多 就第一种了 就是跟一个特殊指比较 然后判断我们的状态标志 是否符合要求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在某些什么 某些场合上 比如说我想判断一下 传来的地质 这两个地质 是不是同种类型的 我们可以先用它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编译器的判断 记住啊 运行时候 这个地方都根本不可能出现 恰恰型跟int型在比较 是编译器 在编译的时候 它帮我们去比较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程序能不能过 所以这个主要在编译时候用的 防止我们程序 由于地质指向类型不一致 导致了一些什么 后期的一些问题 我们重点还是放在第一个 所以逻辑操作呢 两种 指针必须不同种类型 第二种是什么的 就是我们跟一种特殊值 就是non这个值进行比较 好 那下面我们稍微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还是这个值 还有这个值 这不是一个int型p1 一个int型p2 对不对 好 你看我们加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很简单 既然是逻辑比较 逻辑值 那么就是我们说p1 这么的 比如说我们说等不等于p2 这样我们可以用大于等于 或小于等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这里头我啥也不做 我就做一个打一个标记而已 打一个标记 好 我们看看gcc-o build 我们看看003 这个时候它出现什么问题没有 好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12行 已经报了一个警告 当然它这个是一个警告 好 其实就这行 因为两个指针类型不一致 那么比较的时候呢 它这个 我们刚刚这个编译器给我们的是一个警告 是一个警告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那个 你如果在开发过程中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 把一些编译器的那个警告选项 再降低的话 那这个地方警告可能就变成错误 这个问题不大 这个问题 但是呢 如果以后大家看到这样的单词 这样的一行 那个英文字符的话 那么我们第一个想法可能是什么 可能类型不匹配了 类型不匹配了 好 所以说呢 这个指针呢 还是有逻辑操作 只是这种逻辑操作呢 我们更多的时候 还是只是在比较一些状态 比较一些状态 就是它这个地址到底有没有跑到 一种无效的状态而已 所以这就是关于逻辑操作 逻辑操作 逻辑操作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 好